财政预算案公布 将会向医管局额外拨款2亿3千万 用作扩大免经济审查 药物明册的范围 医管局公布 4月1日起 会新增三项专门治疗癌症的专用药物 包括治疗直腸癌 多发性硬化症 疑线癌和膀胱癌的药物 日口病人无需自费购买 预料有多2万3千名病人受惠 我们考虑三方面 一个就是成效 第二方面就是安全性 第三个就是成本效益 在公营系统里面 成本效益是需要考虑的 因为我们应用某些资源 在某些疾病里面 相对地这些资源 在其他的疾病的应用就会少了 所以我一定要看回 在一个叫做有限度的资源下面 我们怎么能够令那些资源 能够为最多的公众人士提供服务 另外药物明册 也会扩阔9类 超过50种药物的应用范围 张维伦表示 下年度医管局的药物开支 预料达到36亿 去年增加3亿 是历年来最高 至于萨玛利亚基金的资助药物明册 他就说局方主要以科研实证评选 现在处于研究阶段 长情要去到今年4月才公布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何振言报道